量仔 打抬球必学的两个走位小技巧 技巧一 延伸长短 角度球如果目标球旁边有一颗球 想要绕开它 就要让出杆超过白球长一些 这样才能避开障碍球 产生一个较大的弧线效果 如果你的出杆比较短 那么就会直接撞击到障碍球 由此可知 出杆长 可以让低杆的反应效果延迟 技巧二 预留角度 以这三颗球为例子 如果你只随便地打了一杆 结果11号球的角度有点向左 你需要用到一杆发力高杆左赛的杆法 这一杆走位走起来也是相当的费劲 而且失误率高 所以最佳的方法是打13号球的时候 预留白球打11号时 向黑八方向的角度 接着这一颗球 你只需要小力打进11号 白球就会非常自然的到位了 下课